現在時間5點16分 嗨 大家好 蘇珊在這 不會 還是很美 三星有美人的功能 三星真棒 每個都有那種蘋果雞 然後這個是新天菜零 好久沒有煮的 這不是副食品 這叫什麼 蔬菜粥嗎 西飯 這跟我想說在安親班吃到的味道一模一樣 真的 你看 有想起媽媽的感覺嗎 安親班的味道 安親班的蔬菜粥 給你稍微平反一下 為什麼最近這麼久沒有更新生活頻道 沒有 連假嘛 休息一下 你要不要這樣跟我講的嗎 你要不要這樣跟我講的嗎 沒有啦 休息一下 好 休息一下 休息的真久 沒有 需要需要充電 充電才有下 對 下一步才會更好 好 少一點女士 沒有啦 這幾天其實也沒有拍 就是可以專心配小孩 壓力比較小 因為下午我們去公園啊什麼 有啦 有啦 真的 真的 這幾天下午的生活 我覺得非常切 真的 但是終於沒有一個 人在旁邊見識你的感覺 有啦 其實拍影片還是有一些壓力的 有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 先生蔡林今天煮什麼 今天要煮什麼給我們吃 這是白飯 這是不為什麼 這是阿優的白飯 這是阿優白飯 這是不為什麼 然後我們中午 我們中午煮了一個 這個是這塊我們沒吃完 我們中午輸肥了兩塊 然後剛才原本Anson要來 然後我們又輸肥了一塊 這塊是菲力 等一下讓皮特吃看看 這塊肉質 這一塊一公斤1999 然後這 對這一塊一板 這塊就是 一公斤好像七八百 差很多 可是吃起來差很多 你等一下試看看 這一塊就是大概這樣子的五六百塊 Costco 夾心達 對這塊這塊 可是 真的差蠻多的 肉質差很多 對等一下你來吃看看到底 那酥肥是什麼意思 你一定要把它煮熟 沒有 酥肥就是在溫度大概五十幾度 然後讓它 持續大概一個小時 到一個半小時 所以它中心點已經半熟 那等一下我只要 氣炸鍋 讓它外圍有梅林反應 這樣就可以吃了 喔 所以它有辦法精準的 控制中間的熟度 對對對 它就是低溫 低溫牛排 對低溫煮 所以叫酥肥 所以酥肥很簡單 就是一鍋水 泡在這裡 然後電磁爐有辦法控制溫度 那跟低溫熟成 就有點像 有點像 可是太多種了 我只搞不清楚 我們喜歡用這個 因為後來我們發現 這是最最簡單 我就是弄好 我打開用烤箱啊 或者是什麼用都可以 對 你們氣炸鍋也可以啊 就是 我最喜歡用氣炸鍋 就是我 就 調到最高 我們現在都是一個好朋友 沒關係 我們還有 你放著 沒關係 不用放著 放著就可以 你們 可是 就是菲律普那台放了 出比較大的 你那台比較偏小 你不覺得 你現在用的 就要容量 對容量 就有時候你 比如說牛排比較大塊 就比較不好放 稍微小 現在越出越大 好像有 對對對 現在好像比較大台 我先 等一下吸完機好了 先把吸完機 為了 稍微打開 它的沖洗功能 讓這些東西 稍微 沖洗一下 沒有洗很乾淨 我只是讓它沖一下而已 我想說 因為剛才Incent要來 我想說 反正 還是要再洗一次 它還有點油油的 你今天還煮什麼 那啊 蘿蔔排煮湯 這個是 蘿蔔排煮湯 喔 蘇菲還沒好 大概六點左右 我再來 再來蘇菲 這塊一定很好吃 蘇菲 就是你從Costco回來 就要先真空 對 對 它一定要用 可是正空 對 其實很簡單 真的 一開始會覺得有點複雜 可是後來你 因為我們太愛吃牛排 機器也不貴吧 兩三千塊 對 沒有想到這種貴 對 對啊 你就是丟冰箱 然後 可能你就 吃飯前兩個小時丟著 然後再 十分 如果剪開 再烤個十分鐘 就可以了 我們很愛吃牛排 那可以嘛 真的 你試看看 這樣子很 然後可是你小米的電 小米這個的優點是 我們之前有業配是鍋跑 可是鍋跑的那個 沒有這麼寬 小米的這個電池最大的優點 是它很寬 所以它有個 直接就有個低溫牛排的功能 所以就按下去不要管它 然後它時間到 就 有人說一個小時 有人說兩個小時 可是我自己的感覺 差不多啦 就是你要吃 所以水溫可以摸 就大概五十幾 我記得是五十幾度 對 這個感覺電食物真的蠻方便的 對啊 豬火鍋什麼樣 很方便 可是 因為我們這台是220的 220的優點是 我們有時候真的豬火鍋很快 可是110的有人用 所以覺得它有點慢 可是以酥肥夠了 因為酥肥不需要 這麼多 我記得也是國寶 那個一般那種 炒煎炸鍋 嗯 可是國寶不是每一台都有酥肥 沒有 它就是可以調溫度 啊 啊可以 這樣可以 對對對 可以 然後你放水 可以這樣可以 你可以用 可是我現在很大台 我現在也是這個賽斯 可是我覺得可以 那 那我覺得可以 就是你用那個 你就 我要插網路啊 不知道五十幾度啊 然後 你還沒有一台那個 洗碗機 我沒有洗碗機 就是這一台而已 不用了 不用了 真的我們搬家的時候 才 才 沒有 你到時候新家可以用 新家 如果搬 對對對 不是 放置馬來在新義區嗎 你不要害人家 人家 人家已經在美國買房子 你忘記 上次有個粉絲超好玩 跑來 跑來我們頻道留言說 欸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省一點 所以我們兩個 他說 彼得爸都是在美國買房子的 你們還在這邊買這些東西 對啊 我都已經上太空了 你們還在殺錯光 這外資物 所以我們的誤會到底有多深 所以我 我自己想 哇 你們都沒回啊 現在這種 因為有些人就只看標題 對 然後那個標題 我們也有下說 彼得爸 好大 所以我去看你們的 那時候在美國租的房子 所以我們自己給人家標題下 然後你的標題也是有下 你們在美國的標題 也不能怪別人 對啊 我們自己標題那個 因為有些人來就不看內容 自己看標題 他就覺得你真的有 然後就直接來試 好啦別忘了 我們真的會努力 跟你的目標 超級的目標賣進 不用美國資產 不用美國 新北 新北有新義區嗎 新北 新北最貴算 算板橋最貴 其實板橋也很方便 只是板橋方式也好貴 可是我們家的那個生活習慣 還是靠那個 士林啊 石牌那邊進 啊對對對 所以 板橋啊 三重或爐洲 爐洲也算進 爐洲也可以 對 爐洲也算進 好吧 可是我覺得住是這樣 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住的地方 都很方便 其實這種 生活習慣 對因為我也 像我們也覺得新店方便 可是像你們來 就會覺得 新店不方便 其實 我覺得是習慣 很多地方都很方便 中央也很方便 對啊 因為我們常去 要回奶奶家 還是我媽那邊的話 就是不要靠近士林 石牌那邊 所以 我們還是離那邊近一點 會對我們生活的習慣會比較好 所以我的標題要改了 皮特爸在士林買了一棟豪宅 不是在新義區 也不是在美國 過個橋 現省30萬 40區買了一個豪宅 這樣 希望明年可以 明年 要啦 有有有 Cody 我覺得現在 房價會跌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一定會 因為我不是投資的 我就是要買來住 所以 對我來說 買房子的錢 如果可以壓到一個稅 划算 加個拿來稅 可是 一定會跌 可是整個趨勢 還是慢慢來上 因為 不是我記得 有 有一個 有一本書 我記得就是 類似好像是有錢跟小朋友 還是奶朋友 他講房地產的事情 就是 到最後 投資房地產 還是一個會賺錢的事情 就像 我們可能20年前 房子再怎麼跌 還是怎麼樣 可是他還是回歸一個 慢慢往上 一定會跌 跟通膨有點關係 對 因為通膨 跟股票有點不一樣 我自己的感覺 而且我們又不知道 投資房子 我們是要自己的資金 所以我覺得是 還是要買 而且現在大家很期待說 這一波疫情 會不會房價會跌 一定會 跟SARS一樣 沒有想法不一樣 因為以前SARS的時候 會跌是因為 全部台灣人都趕快 逃走 逃犯 其實台灣很危險 所以可能移民到美國 移民到歐洲 移民到哪裡去 但現在不一樣 台灣的安全 所以全世界人都回來了 反而物件變少了 對 可是我覺得是 這一整波 去年阿 房仲就有跟我講 其實跟我聊天 他說其實去年他們就賣了很多 真的從大陸回來台商 因為去年有 就有一些 工廠關掉去 對 他說真的 所以一直到今年 我相信有很多人會 選擇回台灣 一定房價要跌 對 可能 可是 跟股市會有關係 我也是阿 所以你不可能股市跌的 亂七八糟 房價不跌 我也是在跟我媽講 因為大家的錢 一定是 這樣的錢去運用 然後他可能今天 不急得還房貸 所以把錢拿去投資股市 可是股市今天跌了 他就要必須拿 房子的錢 要趕快脫手 賣掉之後 就來股市 對沒錯 而且我會認為股市還沒得到地點 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你不覺得 我們周遭的朋友 很多都現在開始買股票 有 有 那以前的股市低點 都會落在大家都沒希望 就覺得已經痛苦流遞 什麼 再也不買股票 可是現在還 所以其實有一波 就是 特別有在 控股票的股市 就是說 對 進去買 在問說 所以這樣代表說 真的低點還沒 沒到 因為 2008年 跟 SARS那時候 是大家連買都不敢 連我在玩股票的朋友 都在 討論金錢的價值 那時候就會 是真的 可是也未必啦 沒有什麼一定 所以要買要分 要分 這知道的人不是我嗎 真的不知道 我們只能賺 絕對的人知道 但是我們就是那樣不知道 我們永遠是最後一個才知道的 對 就是疊的時候才知道 真的 大牢了 可以分批買啦 所以皮靈爸 今年分批買股市 明年 我是 因為我現在目標還是買房子 所以我可能 今年目標就是 可以放一點點在股市 分批放 然後 我要放那種長期的 我不要放那種長期的 對 要放那種風險稍微大一點點的 啊我突然想要這個風險大一點點 你知道嗎 我想要 我跟妳講一句事 說說是 好我之後會在我影片分享 好 所以我把我兒子的紅包錢輸光 哈哈 所以影片要跟他分享 他說 他把 啊我搶到今天新的標題了 匹德爸 把Cody的錢全部花光光 我已經嚇好了 他剛剛已經嚇好了 那下下禮拜會上 哈哈 你拿去拿嘛 買 買保險那個基金啊 我不知道會疊那麼多耶 最近好慘 基金 我幫他那個 他買在澳幣有沒有 對 澳幣什麼 低血型基金 可是我老實講 你要 你買基金啊 我真的覺得 不如買台灣 嗯 真的我跟你講 因為基金他中間扣掉的手續費太多 你光那個管理人啊 什麼東西 還有很多你 未知的 太多 你不如買台灣的ETF 他不實用 因為那個東西 你比較沒預期 而且他能跌多少 30%就很多 而且他一定會慢慢轉回來 還有配食 我最近真的是 我以前沒有在 沒有接這個一塊 但是因為最近跌人才發現 喔 基金要跌下來也很恐怖 對半帶你 對半看 而且中間他的管理費 什麼真的你抽到了 他你基本上 都已經超多的 所以你一買一出 那個成本非常的高 所以真的不如 如果這樣真的 我後來 玩了一輪 你真的不如買台灣 台灣50你應該 太晚認識你了 沒有沒有沒有 像介護我啊 哈哈哈哈 我兒子的錢可以省一點 哈哈哈哈 台灣50也下跌 20%應該有了啦 從890到6710也有 只有0050 對可是相對而言 你知道他在幹嘛 你是中 就是你知道他慢慢的 所以基金你會 會有很多 掛安定的 對而且我保險的 這個基金啊 比如說我花了保險 因為他一定要買一個保險 對 所以我花了一個保險錢 然後花了一個手續費 然後又中間要變 他的保險抽掉一點點 對 我實際上幾個都放5萬塊 所以這投資基金 那4萬7 好像又掉很慘 不是幾年嗎 這個都有幾年 我覺得我還是習慣 我連房地產我都覺得 不要亂投資 因為房地產他的折舊跟消磨 太壯了 因為我曾經有讀過一本書 那本書印象很深度 可是很多人不喜歡他 就是鄭宏妮 鄭宏妮就是在寫股市這個詩跟房地產 可是我覺得我深深有被那本書影響 對 他就覺得房地產不是一個適合 因為他的折舊各方面太 風險 風險很大 對不低喔 除非你散那一波 那反而我覺得 你找到 其實大家不肯投資嘛 你買比如說你買台泥 你買中鋼 你一年有個10%都很簡單 中華店 中華店 中華店上一部很強耶 對啊 全部人都掉10% 20% 他還是100% 對 台泥也只是說一般人不喜歡買 那樣子 可是他報酬率有5到10% 如果你在 比如說像現在過好的時候再來買 可能真的有機會賺20% 這很難啦 現在擠不太快 對 這很難 最近真的跌不太 漲跌都很快 對 好啦 明年要賺大錢 我們希望可以買一個寶資 可以一定可以的 要不要跟我 我最近覺得我投 不是 我最近覺得我投資的很有風險 我最近要考慮 飛機嗎 對 我覺得不一定要買 因為真的風險很高 昌榮嗎 對 你回來了 我知道 可是 我很怕他減肢 他減肢完就 他如果不減肢都沒事 可是他一減肢 那你有看到芋榮嗎 芋榮 很慘 賠了200多億 超級慘 連中 拿去 補那個杭桌 對 而且 他連底下的那個中華車 都賠 我賠 他是靠充華車在賺 對 沒有今年 去年賠錢 賠那個很誇張的事情 所以 KID實在變得好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沒有什麼 還是要分攤工錢 把一些錢放在 對 買在安全的地方 真的 好啦 我們聊到這 我們去偷看一下 他們在幹嘛 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 平常 天啊 在看卡通 哎呦 也在看卡通 哎呦 在照顧卡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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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做什麼 哈哈 好去看一下新店菜 林煮的怎麼樣 他已經煮好一道菜了 這個 我等一下可以開始 舒肥我的牛排 可以開始用了 好 開始弄牛排了 因為我就是在炒個菜 好 你煮的好吃 讚讚讚 好啦 各位晚安 我要來弄我的牛排了 等一下 皮特發應該也會拍一支送我頻道 掰掰